嗨,大家好,我是婷婷老师 在这儿,我相信我们都是同病相连 为什么我讲同病相连呢? 因为我相信你们都跟我一样 就是很想放弃这个Facebook营销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在我三年前呢,我就不断地跟很多的老师在学习 那在这之前呢,这三年前呢 我是不断地跟这些老师的学习 那我所了解的这个Facebook的工具是怎么做 但是在课堂里面呢,是缺少一个东西 那个就是叫做营销策略营销布局 如果说我们只懂得怎么去按电脑 但是我们不懂得整个营销的布局跟策略的话 那么我们在线上做营销是根本没有效果的 那就是好像当初的我啦 那我本身呢,是在这个传统企业已经有高达18年的这个经验 那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线上整合营销必须要有布局营销存在里面 记得在三年前,当我开始去用这个面子书来做这个线上营销的时候 我就发觉到说,每一次推广告呢,都是拿不到这个ROI 为什么拿不到这个ROI呢? 因为根本不懂得怎么算ROI 根本不懂得原来Facebook是有这个Mathematic在里面的 根本不懂得怎么去optimize这个广告的问题 所以这些种种的问题都导致我们要放弃在线上推广 你们认不认同?我相信你们都是有这种想法,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推广一个广告,有可能我们花这个5000,我们花这个10000块 但是我们都拿到一粒几胆,同意吗? 那在这之前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有很多这个学生来我们的课堂之后 他们总觉得说呢,线上营销是很简单 其实线上营销不是说很难,也不是说很简单 他必须要整合你怎么操作你这个电脑和你有这个传统营销的知识套在里面吗? 那个才是最重要,这所谓的就是这个营销策略 那有很多人也是在网上做营销推广产品 那都没有去upgrade他的这个知识 所以变成说呢,他广告会越来越走下坡 我记得我有一个学员,他本身呢有200多千的这个粉丝 他是在8年前,他就有用Facebook营销了 那他来课堂之后,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老师怎么办? 我现在我的这个agent呢,全部都懂得去外国,去中国拿衣服来卖 所以呢,他的platform根本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那我就给他一个策略 我告诉他说,你这个呢,一定要换成一个平台 因为他这个Facebook营销有200多千 如果说他换成平台的话 是不是这些之前的agent全部都会导回进来他这个平台 而卖他们的产品呢? 那我又告诉他说,其实呢,你这样子做是叫做借船出海 所谓的怎么借船出海呢? 我告诉他,之前你是不是要短一大堆话 短了才叫你的agent去帮你卖 现在你不需要短话了 你的agent自己出本钱,自己去等话 那么你只是给他们用这个平台 每一个人上来你的这个平台呢,你就跟他收费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线上做live 而推广是最有效果的 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大家都是要根据这个用势而去改变的 那好啦,有很多的推广这个广告呢,不知道这个广告 亏本到底是亏在哪里?亏钱到底是亏在哪里? 其实呢,跟大家讲一个小提示 Facebook 本身里面呢,它的功能就在那边 最重要是我们要怎么使用我们的营销策略 来破解Facebook 里面的功能 那么我们才可以达到最高的这个ROI 我想问大家,你们懂的什么是ROI吗? 你们懂的这个Facebook Optimization 怎么去optimize这个CPM吗?这个CBC吗? 或许是你们懂得怎么去算这个Response Rate呢? 那想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叫Suspect吗? 那什么又是叫做Prospect呢? 那什么是叫客户和Loyal Customer? Suspect, Prospect,Customer,Loyal Customer 这些东西都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针对我们的Suspect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针对我们的Prospect 还有我们的Customer,还有我们的这个Loyal Customer 我相信在座的你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在我们这个四天的这个O2O的课堂里面呢 其实我们是完全要教会你们怎么去 把客户从线上拉到线下 把线下拉到线上 无论你今天是有店面,还是你今天是没有店面 可是这一点你们必须要学习 现在有很多的客户的他这个Behaviour 我们说Buying的这个Behaviour 都是喜欢在实体店去了解 去体验那个产品,然后到线上去购买 那么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这个Loyal 或许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客户有这个体验的话 你觉得这个销量会不会增加呢? 另外的一个我想告诉你们就是 凡是我们的Facebook的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 到底是照片的问题? 还是说这个Copywriting的问题? 如果今天你的照片没有 Community,Authority,还有Credibility的话 我相信客户是不可能去看你的Post 不可能按进你的Post 那么如果客户按进你的Post 之后呢? 如果你的Copywriting是没有Matching Technique的话 没有Audio Language的话 那么客户也不可能会成交 那在我们这四天的课程你们会写到什么呢? 一,如何借船出海 如何策略和规划你们这个营销布局 那如何去复制你的团队 那我们还会带来最新的一个WeChat Pay 如何把你们的WeChat Pay套在你们这个Facebook的系统 好让你的客户容易支付 如果你不跟着趋势的改变 如果你的营销不变 你不upgrade你的思维 那么就比赛亏钱 我是婷婷老师 到时我们课堂见